请问你找哪一位 我找你们林总经理 哎呦我的妈 这动静怎么这么耳熟呢 林总经理 难道是他 对不起你等一下 哎刘秘书 有人找林总经理 请您过来接电话 哎来了来了来了 我来了 喂 叫我们林总经理 她不在 你是谁呀 我是她的女秘书 据我所知她没有女秘书 我刚刚用天的女秘书 是吗 对 真的吗 真的 你给我装 我没装 你装 我没 你就装吧 我没装 哎哎哎哎哎 我说呀 清姐真是你啊 二十多年 你真的回来了 好好 你好 清姐你可千万别发火 让我知道我错了 有话咱们好好说 接 清姐你突然一上来 我都不敢接电话了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二十到四十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助驳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我在外面是漂泊 甚至可怜呢 今天我是回来跟你算账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真的 清姐 我想想当年 我真的对不起你啊 我记得你离家出走那一天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 虽然你比地瓜不大 但你最起码也是个土豆啊 可今天 今天我真的没想到 二十五年过去了 你咋变抽抽呢 有点像鞍春蛋了呢 我告诉你 今天我是鸡锦还乡 如今的土豆 现在变成土豪了 你还变土豪了 哎呀 没看出来 没有 注意我这张嘴 说 听着啊 吃土豆不做土豆瓶 不吃土豆大做土豆瓶 听 天哪 我耳朵没错吧 就你 刚才说的是绕口令啊 对 哎呀妈呀 二十多年前你不这样啊 你一着急 那就那就说话 说不上溜啊 今儿个说对 明天才能说 那就那 就 缝啊 这事要是让你老婆知道了 她得高兴死了 哎 清姐 清姐 说到我老婆 我问问你 我老婆如今怎么样了 现在没得说呀 可是你当初离家出走的时候 她可难为坏了 所有的男人都来找她呀 男人找她呀 干啥呀 要账啊 对对对 我走的时候欠了不少的外债 哎 说实在话 你老婆我亲家母 我真的佩服她呀 那是女中的豪杰呀 金国里的英雄啊 用现代话说 绝对是女汉子 重人身 卖人身 替你还债 不出古年 人家把债给你还上了 不对呀 我给她寄过很多钱呢 你寄的钱 人家一分都没动 最后买了一个大门市房 开了一家笑笑茶楼 搞多种经营 现在你老婆是大老板 什么我老婆是大老板 哎 哎对 亲姐 当年我一对缝把你俩拆散了 现在我争取把你俩 再给队上 让她破镜重渊 谢谢 哎不行 不行 亲姐 亲姐 不行 我也见到老婆的面 我就紧张 一紧张就磕巴 一磕巴就啊就啊就呢 啊就啊就露馅 我放弃了 我宝根让她看不出来 首先我带你到影楼化化妆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 目前不会说中国话 这个太靠谱了 我刚从泰国旅游回来 那就更好了 不过我就会说一句泰语 我听听 什么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意思 你只要说这句 剩下我给你当翻译 我就说你是泰国华侨 怎么样 阿卿明白 走 走 哎呀 千万别露馅 我知道 我知道 哎呦 我真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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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来 拿过来 哎 走到立正了 啊 好嘞 大家听我说两句啊 今天 咱们笑笑茶楼 啊 今天晚上换信 最后一出 王二姐私夫 笑什么笑 要啊 孩子们 你们是不知道啊 当年我把你潘大爷打出去啊 一花二十多年都没回来了 你说我这心哪像猫刀的似的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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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嘿嘿嘿 不光我一个人来啊 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位贵客 谁 从泰国来的华侨 哦让你开开眼 老有钱了 真的 有钱哦 华侨的 哎呦 隆重给你介绍 泰国华侨 你好吗 好好好 这啥意思啊 啊说你这个笑笑茶楼很漂亮 是啊是啊 我说你这个人长得比茶楼还漂亮 我说兄弟啊 他咋就会这一句呢 对啊 多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你不明白人家哪是一句呀 你你没明白意思 但是他每一句我都知道啥意思 明白了吧 这会明白了 欢迎欢迎的呐 请坐请坐的呐 我给你倒茶的呐 好好好 听着行 要不回去吧 别别别别 千万不能露笑的呐 一定要站定的 哎呀 这位贵客 请您喝茶 好好好 哎呀 这位先生 那您贵姓啊 哎 他不懂中国话 我告诉你 你问他的贵姓 他姓金 姓金 大名土豪金 土豪 那大土豪啊 那你上那个 我们辽宁铁两个嘎嘎嘎干啥呢 哎呀 他听不懂 我告诉你啊 他是这样 他看到我们公司啊 发的那个真红广告了 所以他就来了 也想参加七月七相亲会 结果到了我们公司 一看资料 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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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 这么一番 还真得找到了一位 让他心动的小女生 谁 你 我 就是你 他连认识我都不认识我 怎么能是我呢 不不不不不 他是不认识你啊 但经过我的介绍 他就认识你了 他特别是看了你的事迹之后 很感动啊 他真的很佩服你 他觉得你就是让他心动的女人 我觉得啊 人家土豪金配你 绝对是绰绰有余 土豪金啊 那帽子都是白金的 看看这钻石 看看这宝石 啊 你看看 看看这链子 老有钱了 拴狗都行啊 这链子 哎呀 真的 人就是土豪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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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还没看出来 我都跟你说到这样 啊当然了 你配他也是绰绰有余 你也不是一般人呢 他也知道你是女中的豪杰 那用现在话讲 那就是一个女汉子嘛 有那么句话 女汉子配土豪 明天就能上头条 别忽悠了 青年 啊 告诉这个土豪金 我心里早有心上人 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别别哎 青年我 青年 出事儿抵抗 他心中有人了 抵抗 你问问他 那个男人是谁的抵抗 他哪比我强困难 我得明白的 抵抗和困难 人家土豪金 对你还是很心动 他想了解一下 你那个心上人到底是谁 怎么就比他强呢 啊 他想知道 不光他 我都想知道 真的 嗯 那好 说 那我就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嗯 我的心上人 谁 就是25年前 被我打跑的 我的老公 潘长江啊 等会儿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没有一点假 哎呀妈呀 亲姐 你还装啥地卡 没得不耐呀 什么呀 老哥 哎 啥 你管谁叫老婆 跟你呗 老婆 我就是被你打跑的老公 盘 唱 阿旧 阿旧呢 阿旧 江 江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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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了吧 不像 不像 啊 我知道咋回事了 这回他就像了嘛 这不接得滚嘛 老公 太干了 这么高 哎呦 该死的 你跑哪儿去了 哎哎哎 还有人呢 那个 那个老婆 25年前 你把我打跑的时候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又不在外边 混个人模狗样 不许回来见你 哎呦 这话还记着呢 当然记得了 我就在外边发展过 重新做人 我事业做得老大了 我这次回来 是准备向你再次求婚的 啊 太感人了 我太辛苦了 老婆 大礼物我也拿不动 我给你准备了一件小礼物 一枚钻戒 哎呦老公啊 你不知道 咱家现在的日子 过得可好了 你看看我这茶楼 那钻戒 我一克拉两克拉 还有三点五克拉的呢 88克拉的 你见过吗 没拿去呢 这是人带的吗 老婆 你再次嫁给我 好吗 好 可以话呀 居然没有硬 赶紧给戴上啊 老婆 我给你戴上 哎呀 多不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的 我太幸福了 你啥呀 当年对生 才赞养人 如今我要 给他们俩 对在一起 让他们好梦成真 我也成了土豪金呢 88克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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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还给我戴上吗 咋给你戴上了 你咋 哎 现场有懂这个的没 能兑多少钱呢 八十万 哎呦 我的妈 天呀 你给我拿回来 哎哎哎 不行 他给我拿回来 老婆 老婆 别追了 这小子我了解他 那个是玻璃的 真正在这儿呢 我妈妈tin 对 我妈妈 你 你 你 我妈妈 就买